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全部的话就for each 印在这一个那个list里面 所以后面是一个list 前面这个line指的就是一个什么 指的是一个变数 就是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帮我丢进去 这叫for each 每一个的叙述 那这种写法在任何语言都有 你说VBA有吗?有 VBA里面也有 不过VBA的叙述就是 他一定要for each 他会把一曲写出来 但这边他没有一个for each的写法 所以你不能说没事 你就自己再写一个for each for each这样 但他叙述他就看不懂了 VBA就是这样叙述for each 什么东西在那个阵列里面 VBA是阵列比较串列 差别在这里 所以也许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能我们再拿一个VBA来 VBA就会看 如果你都懂的话以后两边是相通的 其实你不管哪一种语言 以后哪怕你可能 问工作可能是别的 因为现在软理公司不可能只有接一种新的案子 他可能新的旧的都会接 然后他部门就是说 他会有一个最新的部门 就是说他会准备ready的 一个是他们现在老本 就是他用这个赚的钱去养新部门的费用 所以新部门有些时候那些人都要干嘛 每天要练功 其实不见得有接到案子 但是其实就要去串 旧部门就是已经成熟的东西了 可是你不可能成熟的东西永远都一直用那个技术 可能现在很多还是流行用PHP 可是以后Python有Jungle 如果你Jungle的部分不会的话 以后那公司人家要的 我就是指定用Python 我就不要用PHP 或不要用JSP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软理公司他也会预先做准备 所以也许你们学了新技术的话 可能也许可以先进到公司 可能他就每天要你先练功 而且有时候主管可能也对这些技术不是非常了解 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study 而且不见得很美 所有的主管 所有的老板 他都那么认真 因为他们忙着斗争就没有时间了 他最近华硕的股价有没有 已经创历史的心低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低 已经低到已经是 就是有时以来对低了 前一阵师从来出来道歉 对不对 然后他其实也是 早就已经知道内部已经斗争得很厉害了 只是说什么时候爆而已 每天都搞斗争就好了 哪有心思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出来 OK 这不是重点 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范围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假如我们本来是什么 去掉后面 如果你今天没有去掉那个创历史 刚刚输出的话 他会是把那个什么呢 后面会多一个就是换行 去掉换行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就是把创历史本身的换行拿掉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 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要创历史 我们只是说要把它丢到资料库之前 那你可能势必还是 要预先把那个 后面那个换行拿掉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把后面多余的这个换行 它其实为什么多 就是后面会多一个反邪圈恩在这里 那我如何把这个反邪圈恩把它拿掉 那方法是很多 我的习惯大概是这样 我的习惯就是 因为我的习惯是把它想成一个字串 那我如果要把那个字串里面的东西把它变成没有的话 我习惯用replace replace是取代 那取代如果你要把它变没有 就取代成空字串就好了 那那个东西都没有 所以那个逻辑比较简单 我比较习惯 而且比较好记 很好记 点什么呢 取代 英文叫什么 就replace 对不对 replace replace 然后呢 它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取代什么 你要 其实意思是你要删除什么 我要删除反邪圈恩 那变成什么呢 斗点 变成没有 ok 这样子 就大公告 这一招蛮好用的哦 因为不只是可以取代反邪圈恩 以后呢 如果你的网络上爬下来的东西 只要有多余的那个字串 你都可以预先把它去掉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他也一直专研网络爬种 然后爬下来他就一直鬼打墙 奇怪了明明没有怎么样 那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塞到资料库 一塞到资料库就错误 一塞就错误 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帮他看一下 原来里面有单引号 就是在那个抓下来的东西里面有单引号 那个单引号 其实那个单引号 算是那个保留资源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你要 要不就是什么 把那个单引号去掉 要不就是把那个单引号 预先转成另外一个字串 不然的话 他一直塞资料就出作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 把那个单引号去掉都很简单 就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 这样子 你特别说你不能直接就加一个这样 这样不行 那拖一资源 因为这个也是拖一资源 前面我们有一个表格上面 那些东西都一定要加一个反斜线才可以 所以像单引号双引号这种东西 一定要加一个你也可以把它取代掉 我们现在这个是去掉什么 去掉那个换行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执行 那看一下 刚刚本来会多一个换行 我把它取代成没有 那表示这边就不会多一个换行 实行看一下 去掉 去掉 所以第一招是用replace 那这个replace 因为前面它是一个自串 所以呢 replace 实际上就是自串函数 针对自串所延伸出来的那个自串函数 那如果你不用replace的话 一般坊间书籍还有另外一招 就是什么 不用replace的话 还有我刚刚讲的 用strip strip 到底叫做 你要strip 顾名是这样 你要去掉什么东西 strip 所以呢 strip的话 拼的话就是strip strip ok 就这个strip单字 然后呢 瓜糊 那就比replace简单一点 意思说你要去掉什么 你刚刚讲说我要去掉 这个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把那个东西去掉 两招 不过因为我的习惯 反正两招都可以 那因为replace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先介绍 这个strip 只能够去掉前后 前后 如果在中间 只能用replace 因为刚好怎么样 刚好反鞋就在最后面 所以这个strip 只能前后 刚好 的位置 你不能中间 如果中间 他没有办法办到 ok 所以strip 把它strip掉 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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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输出结果一样 那我记得strip 还有分 它有什么rightstrip 就是在开头的呢 还是在那个后面的 你也可以再找一下 因为它好像在lx 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strip 它有分左右 还有全部 ok 那我有帮各位把那个 那个 两个单字的截图 有把它截图到那个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自己再查看一下 这个方法 而且我蛮推荐的 replace 一定要记起来 这太重要了 strip 是去到前后 那再来的话 最后还有什么呢 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 刚刚这个member 我是不是一定要丢过来 如果我今天不丢过来的话 删掉了 我有没有办法 直接去抓到他的绝对路径 这很重要 对不对 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要搬过来 才能用 如果那个东西明明就搬不过来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指向给他 那因为我这边下载的路径 是在低谍 不过你们可能在什么download 反正每个人不一样 那我放着路径在这里 所以呢 我就点上面路径这边一下 它叫第一冒号斜线 所以有几个方法 你如果怕错 你用复制的 ok 点它一下复制 然后把它 可能你们的路径可能很长一串 你就点上面一下 复制这一招比较不会错 不然有时候可能刚好那个路径是在很里面的位置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路径你看 把它贴到这个前面 ok 它还多一个反斜线 如果没有反斜线自己要加一下 但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当然理论上我们这样看应该ok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可以注意 你们看我那个云端的参考 会多一个这个小R 这个小R 我记得在旧的版本一定要加 但新的版本很奇怪 它就不用加了 所以这个可能你们再试试看 我加一个小R 以前的版本一定要加一个小R才可以 就表示说后面的是一个绝对路径 但是呢很奇妙的 现在新版不用加了 ok 所以这个的话是不是版本的差异还是怎么样 我一直再查一下 我记得是之前一定要加R 那现在的话没有加也不会有关系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 利用那个strip跟request 把后面的去掉 二的话呢就是把它改成绝对路径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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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